关心的是住宅安全 为在台北市内湖区的一处豪宅 去年完工取得实用执照 不过现在有住户向市议员陈晴 指出社区原本一楼的车道 在交屋过后却变成了大厅 包括唯一可以出入的狭小巷弄 现在被消防局列为抢救困难的地区 如果发生火灾等意外的话 大型车跟云梯车根本就不能够进入抢救 会影响到居民的安全 大型政府 罔顾人民 罔顾人民 社区住户高举标语 这里是台北市内湖区的一处豪宅 居民不满建商 豪宅盖的太密集 造成巷道狭窄 车子要转弯都有困难 万一发生火灾 消防车也可能进不来 质疑政府审兆不确实 暴毙建商 罔顾人民 消防救灾的空间完全受到了影响 云梯车根本就无法进来 在消防局的公文也提到说 这里是一个消防救灾困难抢救的地方 市政府官员 他审兆不死 为什么可以使用执照给他们 这个巷道是豪宅的出入口 同时也是老旧社区的私有建筑基地 旧社区住户虽然开放让豪宅住户进出 但现在出来抗议 也让住在这里的居民有些不满 双方还一度发生冲突 按照规定12楼高的豪宅基地出入口 应该要有6米宽以上的巷道 但现在却将外围道路当成豪宅出入口的宽度 独发局和建管处都没有发现消防救灾根本不符合规定 消防指导原则我们看的是整宗基地 整宗基地其实它原来在消防指导原则里面 它是有符合这个8米 外面有一条8米的道路 因为这两个建案都是同一家建商 申请执照时把新旧社区绑在一起 用的是旧社区外的大型道路取得执照 也在这里呼吁台北市建管处 未来如果说针对这样子的建商 有这样子审兆不实 或者是建筑师违法签证的状况 都应该要严格稽查它的建案 议员痛批政府罔顾人命 而建商也应该负最大责任 不过百万豪宅被列为消防抢救困难区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恐怕谁都难此其咎 有点TV有家 我是永沛台北报道